哈嘞哈嘞 这里是来测评工装裤的周女孩Grease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我要测的四条工装裤呢 很凑巧 全部都是男装裤 但它并非是男性的专属 这四条裤子男女都可 所以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 或者对本期视频很感兴趣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和我一键三连 我们马上开始本期视频内容 首先呢 第一条工装裤是我非常期待的 GU家的工装裤 那这个工装裤呢 它的材质是60%的棉和40%的锯纸纤维 那为什么会加入大量的锯纤维呢 是因为这条裤子它的面料非常的软糯 穿着的舒适度也很高 但是呢 就有一点它非常的软趴趴啊 所以如果加入锯纤维的话呢 它有很好的保形性啊 就是保持这条裤子形状的一个特点啊 所以加入锯纤维呢 是有它一定道理的 那接下来呢 这条裤子呢 建议小个子的朋友们渗入 为什么 因为它的裤腿非常非常的宽大啊 一般人真的非常的hold住啊 它有一定的压身高的风险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裤子上的一些小设计啊 首先我们看到它在裤腰的位置呢 是只有这种抽绳来可以控制的啊 上面呢 完全没有松紧带的任何的安全的措施啊 所以如果你买大的话 就有掉出来的风险啊 这个呢 是需要大家切记的 而且这条男装裤 对于女生来说 它的码数会大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女生要选择这条工装裤的话呢 建议一般选择最小码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呢 在左右两边都有这种工装裤典型的大口袋啊 在背面也有大口袋 还有呢 在这个口袋下面有一个褶皱的设计啊 这就非常的符合 当下工装裤的一种流行的趋势啊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贝拉初线的街拍 就有类似的工装裤出现 那接下来呢 在裤脚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那就是隐形的啊 这种伸缩扣的设计 一般呢 它都会设计在外面 但是那种抽绳呢 一抽 它会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啊 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呢 总会不小心拌到什么 这种呢 隐形在里面的设计 我觉得就非常的好 而且它还可以变换不同的穿搭造型啊 这一点 这个小心机的设计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这个裤子呢 有三个颜色可以选择 像我这个肤色的裤子呢 在双十一期间是所有的码都卖断货了 现在只有黑色和橄榄绿色可以选择 那因为这条裤子的价格 还有它的面料整体的感受呢 我觉得推荐指数呢 蛮辛苦颗心的话呢 推荐指数是四颗心 下面这条裤子呢 是来自我之前分享过的一家店铺啊 这家店铺也是我很喜欢的 平价工装店铺啊 所以这条工装测评 怎么都没有它呢啊 同时我很喜欢是因为 今天也穿了他们家的那个内搭啊 这个内搭真的是我 今年冬天到秋天 非常喜欢的一件内搭啊 几乎每天都会穿的 真的太舒服了 强烈建议大家去入手 那话说回这条工装铺呢 它的材质是97%的棉 加3%的安伦 这一点安伦呢 为裤子带来了很好的弹性 以及耐磨性啊 像传统的工装裤呢 它就会比较的紧疯疯 会勒在你的腿上啊 如果马叔买的不对的话 那这条完全不会啊 这个我买大了一马 但是它穿在身上的效果 完全没有问题啊 因为它是一个直筒的版型 穿着起来呢 那个腿会显得非常非常的直 而且它的裤腿是比较适中的啊 所以也不会压身高 真的是男生女生 都非常推荐的一条工装裤 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裤子上的一个小细节 小设计啊 首先呢是在裤腰的位置 它采用了松紧带的这种方式啊 比如说平时我们有时候大吃大喝 突然之间有一天吃多了 那个裤腰会非常的累 但这个松紧带完全没有问题啊 同时它还非常的遮你的肚子上的小皱皱 这个就是很好的设计点 其次呢 它还有我非常喜欢的大兜兜的设计啊 可以看到吗 这都巨神巨大啊 所以冬天喜欢插口袋的朋友们 这是大家的福音 那背后呢 还有两个口袋的设计啊 这边还有一个更加阴气 或者更加男性化的一个抽绳的设计 绳子的一个设计啊 接下来呢 在裤腿上它没有啊 就是一条很普通的工装裤 还有呢 在裤脚也是有这种猪皮扣的一个伸缩的设计啊 方便大家去营造不同的造型啊 这个猪皮扣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那接下来呢 它其实有三个颜色可以选择 一个是卡其色 灰绿色 藏蓝色 那我选择的就是藏蓝色的 我觉得这会更加的百搭 更加的日常一些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是非常推荐大家的 那在这边呢 还有一些刺绣的一个小设计啊 总体来说 它就是非常朴实 但非常实用的一条工装裤啊 而且它的面料和手感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真的推荐只是五颗星啊 强烈大家去可以试试看 接下来有请第三位选手啊 同样是来自马登家 因为我的资金不太多 但他们家的裤子呢 又比较便宜啊 所以呢 就登登登入手了 这个白色的选手啊 那首先我们来说 它的材质呢 是百分之百棉的 这个棉呢 稍许不同 它是叫做竹节棉 竹节棉的特性就是 它会主动去营造一种 沧桑感啊 就是你看起来 纹路会特别的清晰啊 同时呢 它还有很好的透气性 那这条裤子呢 是四条工装裤当中 比较硬挺的一条啊 但是这个硬呢 不会影响你的走路 或者是活动啊 它只是很好地 将版型变得挺阔 还是非常舒适的一条工装裤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裤子的小细节啊 它的裤腰呢 是就是普通的这种裤腰啊 但这个裤子呢 我买到了一条 所以我觉得它加上一个 棕色的裤腰带 会营造出不一样的复古感 接下来呢 它还设计了 我喜欢的超级大兜兜 就这种很明显的大兜兜啊 左右两面各有一个 那么在背后呢 也是两面都有的 大兜兜的设计啊 接下来呢 它就是一个 很直筒的一个版型啊 它这个直筒呢 比上一条嘛 登加的直筒呢 稍微的宽大的一点点啊 但还是非常的显腿直啊 穿着起来的效果 还是非常好的 那这条裤子呢 它只有白色一个颜色 可以选择啊 它在上面呢 还有一点点的那种颗粒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条裤子呢 白色做出来还是非常有感觉 非常日常 很适合进行 搭配的一条白色工装裤 接下来最后一条工装裤 登登登 就是这一条啊 我最近喜欢的超级平价的店铺 他们家的店铺 基本上算下来 没有超过100元的啊 唯一的确定就是 买一件不包邮 那这条工装裤呢 是价格在50块钱啊 非常便宜了 那这条工装裤的材质呢 是100%棉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 这个棉呢 是已经很舒适 很柔软了啊 还有就是它一些小设计 就是在裤头这里 正面呢 采用正常的裤腰的一个设计啊 背面采用了松紧带 方便不同的人群来进行选择啊 因为裤腰有时候 大家会不确定啊 那在裤子小这里呢 采用了一个碗边的小设计 它还是一个直筒的版型啊 穿起来的效果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这个价格很nice的已经 那要说它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这个大兜兜里面的 内衬布料非常的拉整 拉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爱插兜的人 你插进去 你都不爱插兜的程度啊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毕竟咱们上衣还有兜 对吧 那这个裤子呢 它是三个颜色可以选择啊 因为本期没有黑色的裤子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条黑色的工装裤啊 它的价位呢 还是非常的适合 学生囊妹妹啊 就是大家预算不太多的时候 来进行购买的 或者说你想尝试一下工装裤 那这条工装裤也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装裤 还是很值得入手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啊 四条工装裤 不知道大家中意哪一条呢 如果中意的话呢 就赶快去入手吧 我们下周五再见 拜拜